上个单元我们讨论到了风对于减缓都市热岛效应的重要性 而除了空气的流动之外 接下来这个单元我们继续要带您看 绿建筑也能够有效地降低空调冷气的使用率 而且呢要让您的住家成为绿建筑 没有想象中的难 在不改变建筑物本身结构的情况之下 到底要怎么样利用经济简单的方式 让建筑物降温呢 民事一言堂采访小组 这一次特别出动了热线相空拍机 进行了科学侦测 一块了解 说到绿色 你会想到什么 绿帽 绿色的表彩 你想要大战的植物草 这都是可食用的植物 纹做起来除了可食用以外 纹还可以换上 绿色是大自然最常见的颜色 绿色更是一种保护色 这个农场盖完以后 是明显的降蛮多的 这个是日盆者的一种 然而当绿色和住宅结合时 不仅是一种趋势 也是环保爱地球的象征 线菜 空心菜 那个是九层塔 辣椒 茄子 这里是新北市集合市住宅 16楼高的屋顶 各式各样的绿色蔬菜 是居民们引以为傲的屋顶农场 今年最大的成果 我们今天就一颗 陈先生种的一颗冬瓜 竟然在今年来讲的话 它竟然可以长了十几 快二十颗的冬瓜 来全部都是分享 给我们社区的住户 这个社区的顶楼总面积是 1248平方公尺 绿化面积超过三分之一 屋顶农场的成立 源自于五年前 社区居民响应地方政府 推行的绿色城市 于是205户住家 大家开始设计规划 动手组装 如今不仅可以品尝自己种的蔬菜水果 更重要的收获是 大楼的室内平均温度 降低了五度左右 因为我住最顶楼 我是15楼 我是15楼 我比较明显 我是15楼 后来这个农场盖完以后 是明显的降蛮多的 之前夏天我 比如说我选五岁 我躺在床上 我睡风上以后 人也受不了 现在五岁洗个澡 潘船上风在吹一下 就可以了 一开始社区居民意见分歧 尤其是顶楼的住户 最担心建置屋顶农场 会造成房屋漏水 甚至容易滋生蚊虫 经过好几次协调会 才达成了共事 他们利用生态池 饲养盖斗鱼 而盖斗鱼 就是蚊子幼虫 解决的杀手 我们除了 这些可食用植物以外 我们屋顶农场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屋顶农场 建置的一个生态池 这些生态池 可以让我们每天 赏心悦目的上来这边 欣赏这些荷花 所以说我很喜欢这块地方 里面除了盖斗鱼以外 我们还种了一些水生的植物 屋顶农场除了降低室内温度之外 无形中也增加了社区住户之间的互动 一举两得 尝尝看你种的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很多了 番薯在这里可以吃吗 可以 可以啊 黑小条 上次我种那个 它有长番薯 但是它 不甜 白色的 这座团队来到新北市 另一座社区住宅的顶楼 正中午12点 屋顶在太阳的直接曝晒下 热气不断往上窜 利用环境温度计时测 楼顶温度达到37.2度 它冷气几乎是20小时都开 尤其有些它不是上班主 它在家里面 比如说刚刚生小宝贝带小孩 就跟我们反映就是说 24小时冷气都要开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沉大的负担 开冷气不仅耗电 也是造成地球暖化的杀手 于是社区引进清凉屋顶的做法 就是在屋顶漆上一层白色的隔热漆和防水漆 让建筑物消暑一下 效果到底有多强呢 我们利用空拍机以这栋社区大楼为原心 比较一下附近建筑物的顶楼温度 今天就是利用空拍机 那这台空拍机它主要可以配一个红外线的镜头 我们来看看这个社区 它做完整个清凉屋顶的规划跟设置之后 它在施工前施工之后的一些 温度上的一些差异跟改变 热显像仪上面有冷色调的蓝色 绿色还有暖色调的橘色 红色黄色 我们所处的区域热显像仪主要为蓝色 热显像仪的蓝色代表着清凉屋顶 真的能让建筑物凉快不少 各位观众还记得我们刚刚在顶楼 测量到的屋顶温度是37.2度吗 也就是说旁边的大楼热显像仪所测到的红色 或是黄色区域的屋顶 顶楼温度可能直逼40度甚至更高 我们现在所在的社区 它就有完整的做好整个屋顶隔热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比较冷色系的像蓝色绿色 就是比较低温的部分 新北市是全台湾热岛效应最明显的城市 水泥大楼吸收太阳热能 让民众犹如在烤箱里生活 清凉屋顶和屋顶农场成为住宅新趋势 清凉屋顶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我先把辐射热先反射掉 大部分回大气这样子 那当然它这个热反射多了之后 它传下来的就会变少了 所以它的意义在这里 清凉屋顶有两大好处 第一个当然是降温 第二个就是黄水 它把一些屋顶漏水的问题 都全部把它解决掉 隔热期 隔热砖都能有效达到 让屋顶降温的目的 一旦顶楼清凉 室内的温度也跟着下降 除了要挡掉太阳的热 同时也要留住太阳能 社区另外建置太阳能板 夏季白天能够提供将近90%的公用电力 那我们的太阳能总共是60k瓦的容量 然后配上这个电池是80k瓦 那就来帮助我们节省我们的这个 公共用电公共区域的用电的消耗 太阳能电力还能储备到晚上使用 为社区节省一年将近20万的公用电费 为了减缓热岛效应 地方政府推出补助计划 除了清凉屋顶之外 屋顶农场接受度更高 目前已经建置112处 大家一起用最简单的绿色植物 改变居家品质 一个是博城绿化 博城种植区 那另外一个呢是水生池 再来一个就是花架爬网 这三个模组呢 我们就让民众像拼积木一样 它我已经帮你算好了 它沉重是不会超过的 它的工法上面也不会破坏屋顶 所以呢其实民众只要像拼积木一样 把你想要的模式或想要的样子 把它放在你的屋顶上面就可以了 一项被闲置的屋顶加入了绿的概念之后 摇身一变成了住户们最爱的休闲空间 绿建筑已经成为全世界的趋势 它强调在建筑物的生命周期中 无论设计 建设 维护或更新 每个阶段都能友善环境 绿建筑不仅是概念 更是生活态度 整个意义大概探讨的是两个面向 一个是对地球好 一个是对人好 但是呢绿建筑告诉你 你也要对地球好 那因为呢当地球不好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天灾 或者是你把环境弄糟糕的时候呢 那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大片水木墙 让人仿佛置身大自然 这里是桃园龙潭的法装工厂 办公室设计完全实践绿色环保的理念 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微气候 那旁边的气流 就会因为这个温差的关系会有一个导流 所以你会感觉在这里会有点微风 有点微气候的感觉 那在做这样的设计呢 你旁边要把这个窗户和门开到最大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 这样的风才能够导流 水木墙的水来自于雨水回收再利用 如何让水资源不断循环 是绿建筑重要的指标 我们公司需要40个水龙头 那这40个水龙头每个都要开关嘛 然后一个感应器呢 虽然可能只有5瓦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上班8小时 这个感应器啊 因为接的电源它是24小时 那呢一个5瓦 然后24小时需要40个水龙头 我们就乘以365天 哇 结果是175万2000瓦的电 可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动作 让它变成零啊 我们就改成机械式的就好了 像是小小水龙头 就是节水省电的关键 每个小细节都存在环保概念 格望凭买书 自己钻研 为的就是打造心目中的绿色王国 司法自然 我们向大自然学习 所以你看到我们公司里面 有几个地方 是向大自然学习的方法 我觉得建筑和事物的道理 都从这里面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整栋建筑物透过深遮盐 以及大片落地窗的辅助 一年有300天不用开冷气 我们实际拿环境温度计测量 室外温度是32.8度 慢慢走进室内温度持续下降 室内温度是28.9度 相差了将近四度之多 以前都是用电来去让自己觉得夏天很舒服 但是这边是有一个地方 是可以靠大自然的力量 然后让我们整个就是 在办公的过程当中是舒服的 以前在办公室都一定会开冷气 因为现在的建筑物不开冷气 其实坐不住了 那现在办公室空间 因为它是绿建筑 有水木墙 有这个遮太阳的 然后大片落地玻璃窗 空风本来就很好 然后温度也是蛮适当的温度 变成说即便不开冷气 我也可以维持一个蛮好的状态 绿建筑俨然成为新险学 事实上早在2011年1月 台南成功大学建筑系 就盖了一座绿色魔法学校 成为台湾绿建筑的先驱 我们这栋一年有三万多个人来参观 包括海内外 还有一个美国的专书 叫世界最绿的建筑 那本专书帮我们介绍是 这栋是全世界最绿的建筑物 这栋全世界最绿的建筑物 一共花了三年时间 进行十多项的建筑物理实验 耗资一亿八千万元 我们这个绿色魔法学校的概念 是诺雅方舟 就是它诉求的重点是 地球灾难要来临的 因为我们人类对地球资源 耗贿无穷尽 那能源危机 那气候变迁 所以我们预计 我们人类面临人类文明 灭绝的危机 所以我们用诺雅方舟 所以整个是用船的概念 再设计 这座台湾最绿建筑典范 针对台湾又湿又热的 雅热带气候 提供了解决之道 像是深遮盐 就是阻挡阳光的力气之一 成功解决 现代人喜欢落地窗 却又容易引进热气 造成室内温度过高的烦恼 太多的开窗 就造成太阳热量进来 那外面的高温进来 造成空调负荷的增加 所以我们以前的研究是这样 在台湾 你开窗面积每增加1% 你的空调耗电量就增加1% 魔法学校的节能率高达65% 更重要的是 每瓶造价不到9万元新台币 让绿建筑更平民 我们要带给社会大众跟学子教育的 就是绿建筑并不是很贵的 它是很便宜的 最重要就是我们有些不花钱 然后效率很好的 老祖宗的智慧 我们要好好善用它 绿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我们与环境最自然的连结 而建筑为我们避风遮雨 绿建筑让我们在钢筋水泥之外 回归更多的自然 当人类追求水泥建筑 以安居乐业时 或许我们更需要许地球 一抹绿